大家好,拜登又准备撒钱了,1万亿,又是1万亿,之前是2.3万亿,现在又是1万亿 拜登准备在几天之后公布另一个经济刺激计划 这美国才是真正的,真正的,我靠,大撒币 那接2.3万亿基建计划以后,现在美国媒体报道,拜登将在数日内公布另一轮经济刺激计划 将耗资至少1万亿美元,这些计划面临共和党的阻碍 周二,20号,知情人士证实美国总统拜登下一项经济复苏计划将耗资至少1万亿美元 并延长已经加强的儿童税收抵免 拜登将继续他的基础设施计划第一阶段 早前拜登公布总值2.3万亿美元的基建计划,称为美国家庭计划 那据这位不愿透露姓名消息人士称 尽管细节仍在变化中,但该措施预计将包括1万亿美元新支出 其中5000亿美元涉及税收抵免 预计白宫将在几天内推出这项计划 拜登的美国就业计划呼吁改造道路、桥梁、机场、宽带、公共事业、住房和就业培训 国会的民主党人已经开始起草该计划了 第二项计划预计将扩大儿童保育、带薪休假、学前教育和家庭税收抵免 同时将提高对富人的税收 这些政策是进一步人士优先事项 他们曾表示希望解决新冠疫情大流行 暴露的社会安全网的缺陷 这对劳动力市场上的女性影响尤为严重 我觉得这个是有人道主义的 因为疫情很多失业 对他们进行照顾 所以拜登花钱这个计划 我告诉你 这只是开始 后面还有 你就想吧 你就想这个美国 你就想这个美国的钱 这真是花钱如流水一样 哪个国家敢这么想 而且都是啊 这都是上万亿上万亿的 去年我说过吧 美国几个月时间 三个月时间又印了一个法国GDP 4万多亿 那是川普 今年拜登这不也马上到4万亿了 这俩人比着花钱 你想想美国有多少钱 哪来的 不印的吗 美钞 你看看那美钞 全世界美的 美元有八全 只能美国这么干 其他国家是不敢的 那白宫发言人呢 在一份声明中说 拜登总统已经提出了 他投资增强美国经济和家庭实力的 历史性计划的第一部分 他将在未来几天啊 概述该计划的第二部分 他说一揽子计划的细节 扔在最后挑定中 那所以目前对最终内容的猜测 还为时过早 在上个月啊 通过1.9万亿美元的冠状病毒救助计划以后啊 白宫开始着手 基础设施计划的下一优先事项 那民主党人在通过啊 复苏计划的一个或两个部分 时候面临挑战 那拜登上任以来呢 那共和党人对增加支出的兴趣已经下降 虽然总统表示啊 他希望与共和党同行达成一项基础设施协议 但共和党议员们并没有表现出啊 花费超过8000亿美元的议员 这大约是拜登第一个提议的三分之一 那共和党反对拜登将公司税提高到28% 作为基础设施计划的一部分 那许多共和党议员可能会反对 将个人增税作为第二阶段的第一部分 那国会中的一些民主党人已经提供 提出了与共和党人合作 以通过一项基于交通宽带较小的基础设施法案的想法 然后通过预算和解 自行通过儿童保育 带薪休假的和教育条款 那我觉得民主党啊 他是有计划的啊 知道这个共和党一定要阻挡 但是他会一步一步切香肠 最后这个1万亿其实还会花出去啊 大家知道美国这个两党啊 虽然在这个花钱问题上会有争执啊 但是最终啊 还是会把钱花出去 我说了美国这个国家与别的国家不同啊 他拥有美元霸权 那这个美元霸权让美国在世界上非常特殊 他永远这个经济不会陷入其他国家那种非常被动的情况 一旦经济出现问题 他可以通过大量的印钞票 对吧 发行这个发行美元 把这个经济危机度过去 那么形成一个循环 他呢永远成为世界第一 这个很简单 其他国家很难做到 因为其他国家 对不对 其他国家的货币 别的国家拥有啊 手里拿的非常少 其实美并没有形成霸权啊 一旦形成霸权 这个货币就不是美国的货币了 像美国有人讲嘛 这个美元虽然是美国印的 但是美元是全世界的 就是这个道理 就是他可以稀释你 你反过来 你印钞票 你稀释不了美元 而你必须还必须拿着美元 为什么 大宗交易都用美元 石油 钢铁 啊 还有一些 这个铁矿石 对吧 还有一些其他的能源 天然气 等等 现在天然气像俄罗斯啊 伊朗啊 逐渐逐渐想要不用美元交易 其他的贸易用美元就算 国际贸易大多数都用美元去算 特别是大宗贸易 那这就是石油美元 最后美国利用这个美元霸权 割世界韭菜 薅世界阳谋 美国呢 我觉得拜登上任以后啊 这些计划逐渐实施以后 对美国是有好处的 虽然他花着钱 但是全世界都在给美国买单 那么等美国经济豪转以后 经济恢复正常以后 那逐渐逐渐这些钱 美国会用另一种方法 把它收回来 美联储是有办法的啊 印出一些钱 他会收回来 那美元又一次 哎 完成了这个循环 你看 一放一收美元 一放一收 啊 记住啊 美元就是这么一放一收 收割的世界 美国也通过一放一收 在各种危机之中啊 化解为宜 很多人说这个人民币要替代美元 我觉得人民币很难替代美元 现阶段看很难 你要说电子货币能不能替代美元 也很难 因为人民币现在没有大宗商品 跟人民币瓜哥 现在中国的这个GDP也没有达到美国那个水平 所以国际上大宗交易还是美元 所以我告诉大家啊 很多人都说人民币要替代美元 其实啊 中国没这个想法 至少现阶段是没这个想法 很难替代美元 另外你替代美元以后 美元出现的很多问题 未来人民币也要承担 那这些问题 中国也要解决 我觉得中国还倒不如像我之前讲的 跟随着美元 跟随着美元 中国手里的美元 是不是外汇储备也是世界第二 现在仅次于日本 随时也可能超过日本 成为世界第一 所以中国手里也有美元霸权 那中国呢 实际上第二把交易 不需要承担美元的这个风险 对吧 你记住美国是有风险的 美国这么印钞票是有风险 他要当世界警察 当老大是很难的